沈浪的朝堂之战已完美落幕 同时国君为了保护他不被苏氏的人逼去杀蛮族 也撤去了他的官职让他回了家 一个时辰后沈浪回到了金氏别院 刚进到院里渔家那个大丫头就哇哇叫着冲过来抱住了他的腿 浪爷无奈指的将他抱了起来 怎料此时这鬼丫头转头就开始向他道撞 说妹妹把他的话撕破了 正当他疑惑是什么话时 就见妹妹站在他面前手里还拿着两天撕破的纸张 可怜兮兮地解释着自己是被姐姐冤枉的 而当浪爷看清那画中人物时内心不由的遗产 这不就是自己前一夜偷偷给学尹做的画像吗 怎么就被这两个小丫头翻出来了 而此时一直站在旁边的三个女人也都十分尴尬地看着这一幕 董事的小兵见状赶忙借口自己口渴拉着宁正妻子回了后屋 顺带将两个小丫头也带离了这尴尬之地 此时整个院内就只剩下了沈浪和学尹二人 正当沈浪不知所措时学尹突然朝他走了过去 然后突然说道 拉尔 我要走了 此话一出 虽说沈浪心里早有准备可还是被这突如其来的话惊到了 学尹继续说道 眼下你已经没多少事需要我了 而我师弟去浮屠山寻求解药至今没有回来 所以我打算去接应他 若是我和钟楚客都会不来 那你就把大傻送去剑王李千秋那里吧 沈浪听后本想再说一些挽留的话 但见他心意已决变也不好再多说什么了 当天下午 沈浪恋恋不舍地将学尹送出了国都几十里之外 直到走到了西部边界才停了下来 乌乌 清语一别不知何时才能再见 得空了您可一定要回来看我呀 学尹听后玩耳一笑 随即捧起了沈浪的额头轻轻地吻了上去 这突如其来的主动竟让浪爷一时间带愣在了原地 也就在这时 突然一个男子从天而降猛地落在了两人旁边 下一秒只听男子朝学尹跪礼道 江明拜见姑姑 时隔多年我终于再一次见到您了 如今父王已过世二十年 您的心结也应该解开了 听到这些话沈浪不由的疑愣 父王 大前帝王江里有儿子吗 学尹却是突然满身杀气地冲向了江明 此刻的他像是完全换了一个人 伯耿畜轻轻爆起眼神终于满了仇恨与怒火 下一秒带着术杀之气的冷剑 便朝着江明击杀而去 连续的进攻丝毫不留任何能让对方活下来的机会 而江明的身影也如同鬼魅般飞速躲闪着 这一幕简直让沈浪惊呆了 太强了 要知道学尹的实力他可是见识过的 可眼下他能肯定学尹已经刺出了上千剑了 却都没能伤这个江明分毫 对方甚至都只是在躲闪没有还手的意思 这时学尹突然怒吓一声 吴明 你休要在我面前提起这个江信 你不配 听到这个名字沈浪终于知道了此人身份 他不就是新前国国主银广之子银吴明吗 可他为何要自称为江明呢